- 銀行下個星期加息,按揭息口加到10厘25 - 立法局通過一次過,撥款230億注資機鐵 - 甲組聯賽化亦通以4比1贏的驅騰 - 歡迎收看晚間質問 - 銀行公會宣布下個星期加息4分3厘 - 樓宇按揭和優惠利率分別加到10厘25和8厘半 - 是本港今年第四次加息 - 銀行界人士說,預料明年的息口會進一步上升 - 財經記者葉啟宗報道 - 香港銀行公會今日開會後宣布追隨美國加息 - 幅度是四分三厘 - 儲蓄存款和24小時通知利率加到3厘75 - 七日和兩個星期的定期存款利率就去到4厘25 - 一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利率就由各銀行自行決定 - 而最有位利率就由7厘75加到去8厘半 - 樓宇按揭利率就會加到去10厘25的水平 - 銀行公會主席思維夫說 - 由於聯繫匯率關係 - 為了確保港元匯價穩定 - 香港無可避免要追隨美國加息 - 他說由於市場早已預料到一個加幅 - 所以不會對金融市場造成衝擊 - 不過由於樓宇按揭利率超越10厘的水平 - 因此對地產市道或多或少會造成影響 - 施衛富認為利率上升周期明年會持續下去 - 明年本港可能會再加多半厘息左右 - 但他認為加息是可以舒緩本港的通脹壓力 - 無線電視記者葉啟宗報道 - 按揭利率調高之後將會增加供樓人士的負擔 - 銀行家人士認為加息會延長樓市的淡靜期 - 吳曉冬報道 - 銀行將樓宇按揭利率調升至10厘25 - 買了樓和準備買樓的人都表示無奈 - 變成如果你說這樣說失勢預算 - 變成現在又要跟10元仔再商量一下 - 看看是怎樣了 - 一些地產代理就說 - 這次加息之後大約每逢銀行借10萬元 - 就要給45元左右 - 以典型200萬樓為例 - 向銀行借140萬分15連環 - 加息之後每個月要多負擔630元 - 譬如今個禮拜我想如果加我息就沒有人看樓 - 通常都是一段時間 - 有銀行家人士說 - 加息會進一步延長樓市淡季 - 在過去兩個月 - 銀行的新造樓宇按揭金額繼續放緩 - 顯示樓市淡證 - 其中一間地產商為了打破淡市 - 提出免首期十成案揭 - 銀行家人士說 - 這個措施只是個別地產商想打開銷路的策略 - 在目前加息壓力未消除的情況之下 - 銀行未必會無險放寬案揭 - 無線電視記者吳曉東報導 - 另外財政司麥高樂說 - 借貸利率上升四分三里 - 不會令到新機場借貸出現問題 - 而立法局財委會就通過撥款二百三十億 - 來注資興建新機場鐵路 - 是立法局歷來通過最大筆的撥款 - 魯安寧報導 - 財政司麥高樂在立法局通過機場鐵路撥款之後見記者 - 他說市場經以預期利率會上升 - 加息將不明朗的因素消除了 - 對機場借債也不會造成任何問題 - 根據中英機場財務紀要 - 地下鐵路公司和臨時機場管理局 - 可以向外借債不超過二百三十億 - 地鐵公司的代表 - 在下午立法局常務委員會上說 - 地鐵公司準備向日本和美國的借貸市場借錢興建機場鐵路 - 地鐵公司會盡量將借貸的成本減低 - 迴避利率風險 - 在自由黨和民主黨支持之下 - 立法局通過機場鐵路的注資 - 無線電視記者盧外寧報導 - 規劃環境地政司依訊說 - 中英土地委員會批出額外的住宅用地 - 使港府可以按照原定計劃壓抑樓價 - 依信出席完一個開幕例之後 - 港府較早前公布的打擊樓價措施之一 - 是要額外供應一萬個住宅單位 - 而昨天土委會批出的額外住宅用地 - 就足以滿足這個目標 - 至於機場原善物業地段 - 他就表示 - 地下鐵路公司有意採納土地拍賣檢討委員會的建議 - 將地皮分成較小的地段 - 給多些小型的地產商參與 - 防止是大財團壟斷 - 在北京昏迷狀五天的張孝慈 - 有可能會送回到台灣醫治 - 至於是否採取直行的方式運送 - 海峽兩岸還未有決定 - 而他的媽生哥哥張孝炎 - 就趁著今次去中國大陸探病的機會 - 專程去桂林拜祭母親 - 胡力漢在北京報道 - 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的醫生 - 早早跟張孝慈的家人開會 - 商量有沒有可能將張孝慈送回台灣醫治 - 台灣東吳大學副校長程家瑞在會後說 - 這個建議是由張孝慈的太太照新得提出 - 現在還考慮著可不可以在下個禮拜三 - 透過大陸的海協會和台灣的海機會 - 安排以無需轉機的形式送張孝慈回台灣 - 醫生建議基於考慮到他 - 因為多次生降可能影響他的健康 - 至於張孝慈的病情 - 醫院方面就說 - 他的情況相對於前幾天已經穩定了 - 但是隨時都會出現危險 - 中日友好醫院院長陳肇武說 - 起碼要觀察多三至四天 - 才能夠決定可不可以送張孝慈回台灣 - 他又說這樣做有一定的危險性 - 台灣陸委會副主委高孔聯在記者會上表示 - 對於可不可以用飛機直接送張孝慈回台灣 - 根據現時兩岸的關係法 - 這樣做是有一定的困難 - 另外張孝慈的哥哥張孝炎 - 下週到桂林拜祭他的母親 - 張孝炎現時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- 和喬慕委員會委員兩 - 今次是得到台北的特別批准 - 才能夠到中國大陸 - 無線記者胡力漢在北京報導 - 中國10月份的全國消費物價指數高大百分之27.9% - QR科教授